大家好,我是Beca 今天我要教你们怎么做 韩式泡菜炖猪肉 这个又简单又好吃 我们开始吧 我们要把洋葱切成一条一条的 洋葱都切好了以后 我们把它放在锅里 锅放一点油 然后翻炒你的洋葱一下 洋葱 搅拌均匀以后 也加一下 你来自泡菜的纸 为了这道菜 你不要那种 已经切好的泡菜 你要这样子整片整片的泡菜 可以拿 两三片泡菜叶 然后把你的猪肉 我切我的猪肉比较薄一点 然后把它卷起来 然后都卷好了以后 一个一个的放在你的洋葱上 泡菜猪肉都放进锅里以后 要加你的米做的糖浆 还有你的韩式辣椒糕 那这个都涂均匀一下 以后加你的水 你要用盖子 盖住 让它煮差不多40分钟 那不时的回来看看 确认一下 下面没有粘柱啊 还有里面还有水啊 这样子 差不多每10 15分钟看一下 都煮好了以后 你可以把所有的泡菜猪肉拿出来 再煮一会儿 但是不需要也可以 披米饭吃 然后用剪刀 把猪肉和泡菜都切一下 可以用这种小的海苔包住 一起吃 希望你们喜欢 See you guys 跟着呢 咖 哦 一点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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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